大家好 今天咱们就留下三角梅 三角梅进入冬天 在南方的温度下 它已经绿绿绿绿的冒出花苞花朵了 生长也是比较旺盛的 那么今天主要讲的就是 如果在北方养护的话 只要满足下面这几个条件 冬天再冷 在北方它也能够顺利的开花的 那么是哪几个条件呢 今天就给大家一一的说出来 这样就能够在北方 很好的让它开出花朵 如果想要在北方三角梅 顺利在冬天开花的话 一定要掌控好这个温度 这个温度最好掌控在18度到25度期间 是比较适合它生长开花的 如果是过低头的话 咱们也可以把它搬到室内去 正常的养护就可以了 控一控室内的温度 让它正常的花芽分化 开出花朵就可以了 另外一点就是控水了 控水的话 人头有不懂的如何给它控水 控水的话 就是在每次为三角梅浇水的时候 要等到这个苹果完全干头之后 再给它浇透是比较适合的 不要说一下子给它浇一点 一下子给它浇一点 这样对它的生长是不利的 特别是对这个根系 烏锡有很大的影响的 这样会影响到后期花芽分化的 最好是在15到20天左右 给它浇一次是比较合适的 这样它的极株花芽分化是比较的快的 第三点就是施肥了 施肥的话 进入冬天在它花芽花芽分化期间 咱们细可给它细一点高磷钾 比如说这种磷酸钾 给它细到浇灌加喷锡也是可以的 可以按照里面的配比说明 给它浇灌加喷叶 就是整个脊柱喷洒经营就可以了 这也是在今天的时间段 早上或者是傍晚给它喷洒 是比较合适的 可以给它兑水一克兑上 800G1000毫升的精水 给它浇灌加喷叶就可以了 大概20天左右给它使用一次几个 这样就很好的让它花芽分化了 最后一点就是给它充足的光照 特别进入冬天给足光照 让它很好的花芽分化 开出更多的花朵 所以想要在冬天三角门花芽分化 开出漂亮的花朵的话 只要做好以上这几点 它的花芽分化是比较的迅速的 开出的花朵也是比较的鲜艳 比较的大朵的 好了这期节目就跟大家简单的分享到这里 好 下期再见